欢迎来到旅游儿语频道 韩国料理以其独特的风味 独特的烹饪方法和健康的食材而闻名 韩国的食物也深深植根于传统 并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 以反映该国的历史、地理和文化 在这篇文章中 我们将仔细研究一些最受欢迎的韩国当地菜肴 泡菜 泡菜是韩国料理的主食 是将纳帕卷鲜菜、萝卜和黄瓜等蔬菜 与香料和调味料一起发酵制成的 它几乎每顿饭都有 以其辛辣和酸味而闻名 泡菜也是益生菌、纤维和维生素的丰富来源 拌饭 石锅拌饭是一种盖饭菜肴 由蒸米饭、炒蔬菜、肉和煎鸡蛋组成 这道菜与辣椒酱一起上桌 这是一种辛辣的红辣椒酱 可以为这道菜增添一丝辣味 石锅拌饭是一种有益健康且营养丰富的食物 准备起来很容易 深受韩国人和外国人的欢迎 杂菜 Jabji是一种韩国面条 由红薯面条、炒蔬菜和肉制成 这道菜用酱油、香油和糖调味 味道甜美可口 对于喜欢便餐或正在寻找无复制食品的人来说 杂菜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烤肉 波高脂是一种韩式烤牛肉 用甜咸酱汁腌制 饮料通常由酱油、糖、大蒜和芝麻油组成 烤肉通常与米饭、生菜叶和三酱一起食用 三酱是一种由大豆酱和辣椒制成的辣味蘸酱 炒年糕 Tiok Bokki是一种流行的韩国街头食品 由在辣红辣椒酱中炖制的年糕制成 这道菜通常搭配鱼饼和煮鸡蛋 口感香辣又嚼劲 一定能过瘾 五花肉 Samji Obso是一种在桌面烤架上烤制的韩式五花肉 五花肉通常与生菜叶 三酱和其他配菜如泡菜和泡菜一起食用 五花肉是韩国烧烤的热门选择 经常与朋友和家人一起享用 总之 韩国料理充满了既健康又美味的多样化美味菜肴 从酸辣泡菜到咸甜烤肉 韩国料理总有一款适合您 无论您是肉类 面条还是蔬菜的爱好者 韩国料理一定能满足您的味蕾 您好